服务不停歇无缝接轨 由于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接获民众反应 七堵区郡德吊桥右岸木栈道土石崩落 影响民众安全 张耿辉立刻到现场勘查 并且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封闭和改善 我想此地为郡德桥 窍壁闲海 那记得耿辉在一个礼拜之前 曾经来这边会过刊 因为整个沿途的 不管是我们步道的一些走道也好 还是我们这边固览也好 要这种相关的切施赶快来寻求改进 还没现在正式在发发中 同时又接到反应 所以我们静德桥笑臂这边整个摊放 我想这个除了请公务处立即处理 一并病案处理外 还是呼吁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多宜的城市 最近的豪大宜 务必所有的包含我们的桥梁的桥墩 河岸的湖岸的湖坡 还有我们溪流的湖坡 要做一并的总检讨 以免一些意外事情发生 尤其这段时间真的是豪宜沉灾 现在很多的市井层次不穷 那也希望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务必要有所警惕 尤其这边河滨步道这边 经常有市民好朋友在这边休闲的走动 那为了防止他们安全曲线 我希望兴术 相关单位能够兴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七堵段河堤步道 早已经成为民众休闲散步运动骑车的好地点 郡德吊桥更是连接两岸重要的警官通道 因此张耿辉希望相关单位 尽快处理崩落的土石 恢复河堤步道的通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